Hello,大家好,这里是Am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考驾照的第一个步骤 Lender's Permit,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鄙视部分 去参加鄙视呢,你首先要准备好你的文件 包括你的I-20,还有Passport,还有以及其他的相关的那些海关方面的文件你都带着 然后第二个就是要带上自己的两封信件 是那种最好是那种Bill Mail 也就是说水电费啊或者是银行给你的上面有你现在所有地址的 记住一定是两封哦 因为现在它改革了之后 如果你想办Real ID的话就必须要两封才可以 然后当你带好了所有的材料去到DMV之后 首先你去到那里然后别人就会在有个前台 你先去前台那里 他会看一下你的材料 然后给你一张等候的一张票 上面有一个号码跟医院挂号差不多 所以你就在那里等 等然后你要想想那个DMV它是要等很长很长时间的 所以你要做好等个两三个小时的准备吧 如果你想快一点的话 你可以早上七点多去 这个是比较好的 等到你的号码到了之后 考官就会给你安排一个考位 它是那种电脑的 然后可以选择语言 所以这个时候你不用担心 如果你不会英文的话 你可以选择中文 然后总共所有的题目是25道题 只需要答对20道就可以过关了 也就是说如果你前20道题都是对的 这个时候你就不用再做后面五道了 当你顺利过关之后 考官会把你叫到另外一个窗口去 这个时候他会考一下你路标 这些常考的路标呢 有比如说stop sign 就是一个红色的 上面写着stop那个标志 如果一般考的时候 它就只有那个形状 考完路标它会测一下你的视力 所以如果眼睛不是近视的同学的话 记得戴上眼镜 然后之后会给你照一张相 发给你一个临时的permit 最后你的步骤就完成了 大概两周之后你就会收到正式的permit 之后你就可以进入到录考的部分了 关于这个笔试详细的内容 我们会有一篇文章写下来 请大家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然后可以再仔细看一下 然后之后我们会有一期详细的 关于录考方面的视频 到时候你可以学到很多在真实录考的时候 如果考官会问你的一些题目 会对你们有很大的帮助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就给我们点赞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